嗨,欢迎收看本期的最有感觉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,很多地区出现了严重土地不足的状况 为了弥补土地不足所带来的缺憾,只能不断地修建高楼大厦 在我国有这么一座城市,世界上最高的100栋居民楼中 它竟然占据了一半之多,这座城市就是香港 香港镇地面积相对狭小,陆地面积只有1104.32平方公里 不到北京的16分之一 但是香港的人口却有很多,高达726.4万 人口密度更是达到惊人的每平方英尺17000人 人多地少导致了香港出现寸土寸金的情况 建设高楼成了香港发展的主要方向 据统计,香港超过90米高的大楼有3000栋 而高度上达到15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则有215栋 这些大楼中不仅仅只有商业用处,甚至很多都是居民楼 香港700万居民绝大多数都居住在高层公寓中 这样的居住环境也一定条件下影响了居住条件 有些破旧的居民楼如同80年代香港电影中描述的那样 在楼下你仍旧可以看到推着杂货的光榜子小贩 这些人依然为分文的利润而争执成为香港街头的一大特色 当然啦,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经济水平相当高 已经连续21年经济自由度指数位居世界首位 以优良治安、自由经济和健全的法律制度等而闻名于世 被称为东方之珠,美食天堂,购物天堂 香港旅游业也十分发达 每年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全球无数的观光游客 发现更多旅行趣闻,请关注最有感觉 杨杨和你不见不散呢 杨杨和你不见不散呢